大部分的男生喜欢前凸后翘 且玲珑有质的身材 你其实根本不需要跟男生做一样的兴趣爱好 其实当你那时候你自己去日本的时候 我不会自己因想要去吃甜品 我们帮助来自世界各地的单身适乐型女孩 提升自己脱单成功 步入婚姻 拥抱幸福 这里不说套路 只用真诚高价值的方法 让新时代女人也可以获得属于你的幸福 哈喽各位高价值女孩 你好欢迎回到高价值女人的幸福之道 我是星鸿 我是Alan 哈喽 你又来了 很久没有来了 很久没有来了 很久很久没来了 很忙啊 那今天呢这个影片呢 我就收集了一个文章 那这个文章呢 是我在网络上所看到的一个文章 那我看到的当下呢 就觉得说 嗯 很有趣 很有趣 那我很想要来跟Alan来分享一下 让他来一起讨论关于这个文章啦 那其实这个文章的主题呢 它就说呢 男性的恋爱心理学 然后他们根据呢 2017年到2023年的网络调查 男性喜欢女生的五个特点 所以待会呢 就会分享他们所 就是总结出来的这个结果 那其实这个一开始呢 它就有一个故事啦 我不知道这个故事到底真假啦 但是就是一个故事 所以他就说小美 在社团 她认识了一个帅学长 嗯 她很喜欢 嗯 然后小美呢 虽然有尝试去记忆各种的暗示 但她发现这个学长呢 就是 似乎没有注意到她 嗯 于是呢 她就得知这个学长单身之后呢 小美决定要主动出击 嗯 把她心里的这个疑惑呢 嗯 然后 去到Dcard呢 征询神通广大的网友们 她该怎么做 嗯 所以我相信这个2017年到2023年呢 是 这个他们 他们收集这个答案的这个时间啦 然后这些答案肯定都是从网友 然后他们只是把它总结出来 所以就是网友 网友 网友 就要讲小美 对对对对 网友有告诉小美该怎么做 然后她把它总结出来 嗯 所以 她就把它总结出来这一个五个点 所以我当下看到的时候 其实我有点一头雾水啦 所以我想要让男生啊 想要让Alan啊 来跟大家来分享 分享一下 我不知道他们讲的是什么 对对对 来分享一下 到底这些 他们所票选出来的这五个点 你同意吗 OK OK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了 那我们正式开始啦 那第一点哦 就在这个文章上面呢 他说呢 男性喜欢女生的五个特点啊 第一名呢是生理吸引力 他就说呢 大部分的男生喜欢美丽的脸蛋 前凸后翘且玲珑有质的身材 嗯 就生物演化的观点 前凸呢就代表服役能力佳 后翘呢代表生育能力佳 所以身材均匀啊 代表生存能力佳 OK 就是过胖过瘦 都会代表他们会柴果农耕等生产力比较低 然后遇到那些贼难啊 逃跑的能力也比较差 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啊 前凸后翘几乎是所有男性的所爱 所以他就说呢 如果学长啊 是母胎单身 嗯 前凸后翘加身材均匀啊 就是小美首选的目标 如果学长不是母胎单身 那学长的前女友的外表就有参考价值 那这一点你怎么看呢 你认同吗 嗯 嗯 哈哈哈 OK 我觉得可以这样子说比较正确 比较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一个外在就是有漂亮啊 身材比较好啊 比较好看 他就在第一眼很容易的去吸引到这个男孩子的 注意力 注意力 对 这个男孩子就会可能多看他几眼 都会被他attract到 啊 那当然这个attraction不至于说 这个男孩子要跟他发生的清理关系 因为后面还有真的很多该做的东西 但是他会获得这个男孩子第一眼的这个注意力 那为什么外在漂亮的女孩子 比较容易吸引到男孩子 我觉得这个调查的说法有一点点的 我觉得他很容易让女孩子有一个不对的想法 就是我是不是要这样前途后恰啊 前途后恰啊 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 男孩子是不是很肤浅 对 他带来很多这样子的这个 这种误导性 误导性 我觉得这个跟男孩子我们古代到现在的那一种 我们的那个human instinct 我们的那个天心有很大的关系 一直以来我们男孩子为什么需要另外一半 到了最后就是来可能就是传宗接代 对以前的时候 以前的时候就是来传宗接代 所以不是更多时候是为了传宗接代多过那个爱 所以他们可以同一个时间跟五个女孩子传宗接代 对 也不代表他都爱这五个女孩子 对所以我觉得上天啊老天啊 当我们知道人类的时候他就会让我们很想要传宗接代 就是不管是动物也好植物也好 就有这个天心想要方圆下一代 对对对对 因为不要绝种啊 不要绝种 所以当一个男孩子想要有下一代的时候 另外一半很重要啊 那你赞不赞同哦 如果这女孩子不健康的话 嗯 七点不要睡觉 七点不要吃东西 不要运动不要喝水 其实他的样子跟死人没有没有差别 因为你男孩子如果看到这样子的女孩子的话 他会很担心我的孩子也不健康 我要一个健康的孩子 所以当一个女孩子健康的时候 就是有睡好照顾饮食 然后可能有运动 我下一期会讲运动哦 OK 然后外在的时候就是去梳个头发啊 不驱慌 上一期讲了形象管理 哇 OK 然后他就简单的去就是穿着衣服 得体 然后 自然而然的 这个女孩子就会 看起来很有吸引力 对 所以男孩子就 灵灵灵灵灵到说 哎这个女孩子 可能我的下一代啊 跟这个女孩子 然后也是很健康 因为这个女孩子很健康 所以自然而然的就会 对她 容易产生兴趣 对 所以Alan所说的就是说 因为以前的时候啊 男人在找另外一半 在找女人的时候 更多时候是想要生孩子 对 就是穿中接待的 所以他们在选择伴侣的时候 就会看重外表 一个女孩子的外表 健康不健康 是他们首要的选择的 那个决定权 对 所以如果这个女孩子看起来健康 他就会想说 哦我跟这个女孩子交配 然后我们生下的孩子 就会是健康的 对 因为以前 因为没有那种医院的报告啊 这个女孩子什么什么 怎么样 还不要跟她在一起 这样子没有嘛 所以是 那演化到现今 其实有很多男生突然都会讲 我很喜欢漂亮的女孩子 都会看女生 哇你看那个女生 你看那个女生 但是 到最后的时候 他们选择伴侣的时候 不单单只是看外表 对 不单单只是看外表 很多男生都会觉得说 哦这个是女生 女生是拿来欣赏 拿来看的 但是到最后他选择的伴侣 好像是跟她女生差很远的 真的 不一样的 会很差很远很不一样 因为最终他选择的时候 还是要衡量很内赛 很适合不适合自己 对 那能不能长久的过日子 对 所以当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 第一点我就觉得说 不可以这样子耶 他说 如果是小美要吸引这个学长 他需要前途后撬啊 这些东西 我觉得他很误导现代的女孩子 他会让一部分的女孩子说 那我就要去改变我自己 我就要成为这样子 他喜欢的那个样子 然后渐渐的就会对自己很自卑 因为我不是那样子 那每个人都有自己 独一无二的样子 有些人生来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我们要学会 怎么去欣赏我们自己 怎么去爱我们自己的身体 就算我的身材 跟别人的身材不是一样的 我也要懂得怎么去 真正的爱我自己 欣赏 喜欢我自己 因为首先你爱你自己的时候 你会吸引到别人 也同样的来爱你 所以我们不要一直刻意的去改变自己 为了他人 然后我们成为了他人喜欢的样子 但是却已经失去了我们原有 真正的那个样子 对 先爱自己 因为当你爱自己的时候 你所散发出去的那个光芒 对 那种气场 会吸引别人 也同样的来爱你 对 再来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不要一昧的用外表去吸引男人 因为如果你用外表去吸引男人 你吸引到的男人 都是只想要你的外表 对 他不是真的爱你 也不是真的喜欢你 所以我觉得这个 他有一点点的对 但是我觉得蛮有误导性 因为他的解释有点误导性 对 所以不要用外表去吸引任何男人 你吸引来的男人 不是真正的爱你 他被你所吸引来是另有目的 嗯 好 那接下来呢 那这个文章呢 就说到第二点呢 男生喜欢的女孩子的特点 就是提供心理情绪的支持 是女孩子提供男孩子心理情绪 对对对 女孩子如果可以提供心理情绪的支持 对男人而言 比如说有例子 有 所以他说相较于女生的团体 当男生的团体在互动的时候呢 更多关注于事情活动本身 所以除了日常啊 讲一些干话啦 打闹啦 八卦啦 很少分享心理情绪 遇上情绪问题的时候呢 也以解决问题为主要手段 所以男性的团体中 柔性的表现 在弱肉强食的古代 是弱者的表现 而在多元性别的现代 则可能让直男对他敬而远之 也就是说 如果我是直男 看到这男生那么弱 那么显示 他会让我狠 不想要接近他 那这里就说 所以当小美 用女生擅长的倾听 安抚 理解的方式来应对学长的心理情绪时 学长几乎可以说是毫无招架之力 心已经被俘获一半了 你怎么看 OK 我觉得 我要认同的一点 我觉得他讲得很好的是 他说到男孩子的社群里面 就只是讲事情 对 只是讲事情本身 然后只是解决问题本身 对 解决问题本身 而说那一些 可能内心的这一些 男孩子很难会去 讲到这一方面 对 很少会提出来 对 就是因为 刚才你讲 就是如果一个直男看到的话 很容易的会显示 这一个人是一个弱者 所以说这是蛮正确的 这是一个男孩子的想法 对 但是那个文章说到这女孩子 应该要去提供这样子的 心理的支持跟情绪上的支持 这一点要注意我觉得 因为如果这个男孩子 一开始就没有被你所吸引的话 你是不会看到他的这一面的 对 就是反而如果他没有让你看到这一面 而你一直去 你最近有什么压力啊 对 就是你一直很想去提供这方面的支持 反而他会觉得很压力耶 很烦耶 是 对 所以 所以那个前提是 他要就是 对你有兴趣 对 所以还没有发展到 暧昧或者是情侣关系 其实男生是根本不会把他脆弱的 面子给你看的 对 男生他很爱面子耶 或者说 他只会把这一个问题拿给可以解决的人 对 他不会轻易的在你面前跟你说 我最近很烦哦 压力好大 我跟妈妈吵架 他不会轻易的拿出来 不会的 对 除非你们的关系那么的亲密到 可以到暧昧或者是到情侣关系的 他才会真的透露出来 对 所以这一招在前妻关系 其实真的是没有派上用场 蛮难的 因为你看不到他这一面 对 然后再来如果相反 他没有告诉你任何问题 你却一直想要跟他说 嘿 你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帮你解决啊 Alan啊 你是不是情侣很压力 你说来听听吧 那男生就会觉得很烦 对 对 然后 他也会觉得 你是不是在质疑我没有能力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弱男人 所以才会一直问我 我有没有问题 如果我要在一个女孩子面前 可以展示我自己的魅力的话 我要显示我是强者啊 我这个英雄啊 我怎么可以告诉你 我有弱点了 对 所以这一点就是 他是对的 但是在前妻的关系 你好像真的用不到 嗯 在朋友关系真的用不到 对 那第三点 就是 男生觉得有吸引力的女孩子 是善良与体贴 OK 这点他讲 这点不用另外的讲述 男生女生都希望另外一半 善良与体贴 是啦 当然 所以会想要一个 不善良不体贴的人 对 我觉得这是基本的一个美德 每一个人都会希望我的伴侣 就是 同类的人会吸引同类的人 对 所以如果我是善良 然后做善事的一个人 对 我当然也会吸引一个也是善良 做善事的人 对 所以同类的人会吸引同类的人 你喜欢的那个男生 如果是好的啦 通常他都有善良之心 然后有这个 想要做好事的这个心的话 他就会想要吸引这些善良体贴的人 嗯 但同时间 我觉得善良体贴 每个人的表情可能不同 有些的人的善良体贴是 只会用在 亲密的朋友关系当中才会用的 有些人的善良体贴是用在很广泛的 就是小小狗啊小小猫啊 流浪狗流浪猫都很照顾的那一种 所以每个人的那个程度还不同 那 我觉得 如果你不是那一种人的话 不需要刻意的去 改变你自己 特意的去做那些事情 就像你不是那个会 每天去喂流浪狗流浪猫的人 但是你觉得 哇我要让我的这个男子小 我特意的去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那就不需要 只要平时还是保持善良的心 你的行为会出不出 我觉得就是你说的啦 就是善良 不要因为你想要获得另外一半而 便去善良 我觉得这善良 本该就是我们人类 跟人一人之间 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 如果你懂得善发你自己的善良体贴 这一面的话 确实是会让男生对你留下好的影响的 第四点 第四点呢 是 有一定独立能力 OK 所以他这时候普遍来说啊 男生呢是不太喜欢太依赖的女生的 什么事都要一起 什么行程都要知道 什么事都要我来 适当给男生一点空间呢 去做兄弟们间的兴趣活动 然后接下来还有说 普遍来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重复 男生不太喜欢太独立的女生 男生多数还是希望能照顾保护女生 所以个性独立强悍的小美 适时的向学长发出求助讯号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嗯 他这样子讲的话 很多时候会让女孩子很矛盾 一方面要我独立 一方面又不要我独立 一方面又不要我独立 到底是想要我怎样 嗯 所以 我可以讲我一部分认同了 他说这一点 但是我觉得他可以解释得更好 更完善一些 嗯 嗯 就是说男孩子会不会喜欢一个独立的女人 嗯 其实会 因为独立是一个当然是一个美德啊 嗯嗯 如果一个一个 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 他不会独立的话 每天依赖你 每天需要你 或者一直围绕在你的身边 然后团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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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自己的生活 对 会很没有吸引力 对 而刚才在那文章他说到 就是同时间 男孩子又不喜欢太过独立的 的女人 我觉得 嗯 男孩子会欣赏 会喜欢独立的女人 嗯 同时间这个女人要懂得如何 依赖她 嗯 就是你要懂得独立 你要懂得依赖 嗯 你不是二选一的 哦我依赖就完全依赖 我独立是完全独立 不是的 而是一个你要懂得独立 同时间 要懂得依赖她 嗯 那就比如说 假设我现在看到前面有个风扇 假设说这个风扇坏了 嗯嗯 这个男孩子说 我风扇坏了 我要去修 嗯嗯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 这个女人啊 很独立 这个女孩子说 呃不需要了 这是我的风扇 我来修 男孩子会觉得 蛤 嗯 没有价值感啊 很像 我就是来解决问题 我回来跟你修风扇 你拒绝我 我觉得很奇怪 嗯嗯 所以 这时候这个女孩子 应该就是懂得 依赖 并且哦 哦谢谢你 呃想要帮助我修风扇啊 很开心啊 然后 就完全的相信 这个男孩子会 修风扇修得好啦 嗯 那这时候呢 就是需要那一个 信任 信任的东西 就是刚才有说到的 所以这时候的这个依赖感 嗯 对他来说是一种 呃信任 另外一方面呢 当女人 需要独立的时候 是当这个男孩子 可能有自己生活上的事情 要去处理 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家人 人际关系 朋友的这种事情的时候 如果这个女孩子就 不要去啦 不要去啦 欸晚上我跟朋友出去打篮球啊 不要去啦 不要去啦 这时候这种依赖感 其实会让男孩子觉得 很烦 嗯 所以男孩子也是想要自己有生活 嗯 而这时候 如果你说 啊你去啦 我在家啊 我很开心的 我可以自己烘焙啦 自己看店 自己就是跟自己 过好这个事情 就是当这个男孩子可以知道 我在做 我喜欢做的东西 我在打篮球的时候 你也在过得好好的时候 第一 我感觉到我被信任了 嗯 而第二我觉得你很有吸引力 嗯 因为你有自己的生活 嗯 所以 嗯 女孩子 两个都要有 而同时间要懂得 怎么样在对的时候 嗯 做对的事情 所以这是 这是我觉得 可以把这个 解释得更完善一些 嗯 对 非常的同意 对 所以 所以 这一点其实说的也没错 就是 女孩子需要有自己的独立的生活 不要喜欢上一个男孩子之后 你就一直 黏着他 然后就是 把他当做全世界 再围绕这样子 那你失去了你自己之后 你同时间也会失去你自己原有的这个吸引力 对 所以保有自己独立的生活 会让男生也觉得你是一个充满有吸引力的女孩子的 尤其在 就是不管是在前妻 还没在一起 或者是在一起之后 这一点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结婚了也是一眼 嗯 当然 然后第五点 与男生有共同的兴趣 所以前面他就提到说 男性互动中事情活动本身很重要 除了吃饭旅游以外 男生不会为了聊天而一起去打球 而是因为喜欢打球而一起去 反而一群不打球的女生可以为了聊天而去球场 所以相处的时候 如果小美能和学长一起从事共同兴趣的活动 大大的加分 那你觉得呢 这一点我就 比较大部分不认同 但是我先讲我认同的一点就是 男孩子不会讲话而去打球 男孩子会打球而去讲话 而女孩子会讲话而去打球 假设这个男孩子很喜欢打篮球 而你可能打篮球不是你的这个兴趣 而他说到你要去学篮球 你要去跟他做他喜欢做的事情 你的兴趣跟他要跟他一样 会大大的加分 这一点我不是很认同 你可以看他打篮球 但是如果你很像打篮球不是你的你喜欢的东西 而你硬硬要去喜欢打篮球的话 这一点很奇怪 对其实最终如果你一直想要去配合男生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的话 你未必会在他的心里面加分 对 你一直不断的配合他配合他 其实你就是委屈你自己然后失去的那个独有性 再来 当你去融入男性所做的兴趣爱好活动和打球这些事情的时候 反正男生久和久之把你当成是兄弟 他就把你当成这个女孩子很好玩啊 这女孩子跟我打竹很开心啊 这女孩子跟我一群朋友都很好啊 你就是我一群的 对 你就是一部分你就是一个我的兄弟 嗯 而相反 你其实根本不需要跟男生做一样的兴趣爱好 你要有做自己兴趣爱好 像是可以散发女性特质的兴趣爱好 你自己喜欢的兴趣爱好 当男生得知你在做一些女性喜欢做的兴趣爱好的时候 男生会把你当成是一个女人来看待 他也会很欣赏 对不对 他会更加以一个女性的角度来去欣赏你 而你一直不断的去加入他的游戏加入他的兴趣 非常不能够提起他的兴趣 反而是让男生觉得你是一个兄弟来看待 嗯 那我就讲一个例子啦 OK 假设这男孩子喜欢打球 嗯 然后这女孩子打球就不是他的那个兴趣 啊 那男孩子去打球的时候 当然这女孩子如果有出现啊 嗯 去支持他 那孩子会加分 会很开心 会加分 那前提是这个男孩子要对这女孩子有兴趣 哦 如果这个男孩子对这女孩子没有兴趣的话 就是一个 哦OK 你多次出现啊 反正就为什么 死他烂打 对 所以那个前提很重要 对 那你不一定要因为这个男孩子喜欢打球 而你也必自己喜欢上打球 嗯 因为男孩子哦 他知道你不喜欢打球 所以他不会 约你跟他去打球 嗯 他可能还会知道你 可能喜欢画画 嗯 可能这个男孩子对画画没有兴趣 嗯 但是一个对你有兴趣的话哦 他会因为你 嗯 而陪你 陪你去 这个画画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 调转了啦 嗯 这个 是这个男孩子应该 配合你去你的兴趣爱好 配合你去你的兴趣爱好 对 就好像我喜欢吃甜品 后来 艾伦都喜欢跟我一起去cafe home 背你吃甜品 哈哈哈 所以 所以你刚才说到 我为什么会陪你去吃甜品 嗯 其实当你那时候你自己去日本的时候 我不会自己因 想要去吃甜品 不会 因为我为什么陪你去吃甜品 是因为 你 而不是要那个甜品 就好像 你看 这是说真心话嘛 所以就好像 假设这个女孩子喜欢画画 这男孩子 对画画没有兴趣 但是这个男孩子 为什么会 跟你去画 并不是因为 我今天我喜欢画画 不是因为 因为你 对 对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去 配合这个男生 去融入他的兴趣爱好 去跟他做同样的事情 其实不需要的 不需要的 你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真的 然后让他知道 他会觉得你更有吸引力 对 那再来 下面他还有说到一句话 其实我也是觉得 有点 不太明白啦 这里他就说 男性的恋爱心理学迷思 如果男生和他的妈妈关系 没有不好 男生的潜意识 选择的理想女生 一部分会受他的母亲的影响 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 然后母亲影响初恋 初恋的经验又影响后续 如果初恋好的话 那小美会发现 男生的每个人女友 都与初恋有相似之处 反之如果初恋的经验是不好的 那小美就尽量避开 学长初恋的那些特质行为 我觉得我这样子解释比较清楚 这一点我是蛮不认同的 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前面发生了A 后面就会发生了A 前面发生了B 后面就会发生了B 就是说 我用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 如果 这个男孩子抽援 如果这个男孩子的爸爸抽援 这个A 他接下来就会去抽援 如果爸爸不抽援B 他就不抽援B 我觉得不对啊 因为 他A跟B中间 其实他少了一个中间一个板块 而这个板块就是说 他怎么样去解读 怎么样去理清 怎么样去理解这些事情 这个才是更重要 所以 未必 这个男孩子之前的恋情 或者是跟他妈妈的关系 是那样的话 会直接影响 会直接的影响 对 因为中间少了是 他怎么样去解读这些事情 解读这些事情 对 他怎么样去理解这一个事情 然后怎么样去做之后的决定 做人生的决定 对 所以我觉得不应该email说 这个男孩子跟他妈妈 这样子的关系 一定是这样子的关系 我觉得不能只是这样子看 要看他怎么样去理解这件事情 我觉得 有些观点 其实透过这个文章 其实有些观点是正确的 男女性思维方面 是真的是正确的 但是有一些部分呢 他却过度的让这个女孩子 去揣测 去设计 怎么样去得到这个男生的时候 其实你就大大的 在降低你自己的价值 为什么你要花费那么多的时间 精力在于去想他到底怎么样怎么样 他的过去怎么样 然后去让他喜欢我 可是却没有一个人会真正的 问自己 我到底有没有喜欢我自己 我会不会想要追求我自己啊 我会不会想要跟我自己在一起啊 如果你这个答案是 好像不太会 那你应该要关注于自己 去提升成你自己真正喜欢的样子 你的理想的样子 那喜欢你的人自然会喜欢你 所以我们 与其去把所有的心思 精力去放在其他人身上 想要去改变他人 不如把这些精力放在自己身上 去精进你自己 真正的成为一个真正的高价值的女人 那你成为高价值的女人的时候 你所散发出去的是一个高价值的魅力 你所吸引来的 也就是一个高价值的一个对象 最后我希望透过这次视频 让大家更加的明白 那到底什么意思是男生喜欢的女孩子 我们的解释会更加的清楚的 比这个文章来的更好啦 因为这文章有点比较短 所以他可能没有表达的很清楚 所以我们更清楚的去表达 到底什么是正确的 然后哪一些是误区 女孩子绝对不要轻易的 改变你自己去做这些事情 因为你会吸引到错的人 然后 希望这支影片对你有所帮助 那如果你想要学习更多 到底怎么样 才能够真正的从单身 一路到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 你也可以点击以下的网址 来去报名我们的免费培训班 因为在培训班上 我会跟你分享更多 BTA的三大法则 让你一步一步一步的 成为高价值女人 获得属于你的幸福 我们培训班上再见吧 拜拜 拜拜